大家好,我是Amber,在我旁边是Dennis 今天是2019年11月4号 今天我们会继续之前的话题讲的就是 WeWord为什么会IPO失败的第二段 好的 那我们请Dennis这边给我们再继续深入的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在整个WeWord的IPO的一个宣传 整个上市的一个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为什么它最后面还是失败的 好的 之前我刚才给这第一段给大家介绍了共享办公的一些特点 还有这共享经济要赖以成功的一些关键因素 那么在这些介绍里面大家可能都有个感觉 我刚才也稍微点了一下 其实无论是咱们怎么去描述这共享这个行业 它还是一个以房地产来提供服务的一个行业 就是它的本质是用房地产来提供服务 它大部分的收入也是来自于房地产的租赁的服务 所以会绕不开一些本质的东西 而这些本质的东西在相对较长时间的经营底下 就会露出来 好 除了这个商业模式 那其实像他们的整个创始人 其实也是会存在他本身的一个管理或他才能或他能品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这个应该他的创始人还是相当厉害的一个草根人物吧 就是在他个人的创业经验或者是个人的经验里面 并没有很多的管理经验 曾经做过一些共享办公的东西 卖掉了赚了一些钱 开过餐馆后来又关了 但他最成功的是WeWork 这个CEO叫Adam Luman 长相也比较艺术家 好 那么首先他当年在2009、2010年创临WeWork的时候呢 他就是极力的把共享办公往共享经济里面靠拢 那么我们中国的很多行业的业者都是收到他的这个珊瑚 他的这个包装 以他为蓝板 当然也害死了不少人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但是你把共享办公包涨成共享经济呢 他有一定的共享经济的特点 但是他没有办法逃离房地产的成本结构 这是有一个点 当他的房地产的租赁成本 还是成为他提供服务的最最最重要的 难以压低的 难以变化的一个固定成本 那么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随着规模 他的单位成本降低比较困难的原因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他也把自己包装成软件服务公司 SAS就是这个线上软件服务公司 当然这一种做法也是有效的 就是从概念来讲是有效的 但是问题在于市场上的SAS的配额也很多 那么他他他他个人的经历和团队的经历 并没有很强的软件背景 那么跨行业进行操作 为什么客户就非得要用你的呢 不用微软的不用市场上那些专业的SAS公司呢 这是另外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是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提供者 服务的提供者 那么这是一个 所以他在这个政治服务方面的收入也相当的少 刚才我说只有一千多万所有加起来 只有一千多万美元 那么还有呢他炒作的做的最成功的是 用资本品牌来炒作行业品牌 这是他最成功的一点 你是利用生生业的品牌吗 也是资本品牌 在这个整个的PE行业 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我已经其实在好多次曾经表达过 对这个误区的一些分析 在PE行业 人家讲的很多时候说 这个公司IPO已经成为了独角兽 他获得了多少估值 但我这个PE行业很了解 但是在PE行业的估值跟IPO是完全两码事 你看IPO行业如果发行的时候 获得了1000亿的估值 那我就实实在在如果融资10% 就拿100亿美金进口袋 然后一分钱都不用还的 但是在PE行业在PE的投资里面 这个所谓估值是软银和其他PE的投资者的一个债务 一个可转债里面还要求了最低回报 里面也要求了万一达不到最低回报 大股东原股东如果被炒掉 如何去接管公司的一系列条款 那么而这个所谓估值仅仅是对赌失败以后 要赔偿的那条线 如果超过这条线你的赌就失败了 所以它是一个赌局的赌盘 而不是一个估值 那么很多人就说 某某公司获得了多少估值 以为这个公司确实有这种价值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它成功的IPO前进了口袋才叫估值 只要成功套现就是估值 每个套现之前都是 我以前是专门做企业价值评估的 相关的书籍第一句话就是 given enough time 有个willing buyer 有个willing seller 能够competition的一个transaction 就能够完成的一个交易 不用we causes的 不用返回的才叫估值 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是绝大的误区 但是呢 由于PE行业是需要用估值 来炒高一个概念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去纠正这个误区 所以他不断的会进行这个炒高 因为下一轮的融资 就是他们的业绩基于这个 比如说远银的这个远近资金 它所谓的29%的回报 其实是估值 不是套现的现金 那么这个对于已经上市的股票有用 但是对于没有上市的股票的估值 它的不确定性很大的 举个例子 461的估值 怎么最后剩下28亿有的说 甚至归零 对 这个前后变化 失败了的话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 对吧 因为你没有 没有办法去让你的资本流动 就是你的股份吧 你的股份其实是一个 并没有处于一个流动的一个状态 没有流通 没有流通的话 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去套现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没有上市之前就不要提估值 没有意义 好 那么 那么后来呢 就是他们吃地表的时候呢 是大概七八月份 一递交了宝格以后就导致很多的质疑 这个质疑主要来自几方面 一个是公司管制的问题 那有一些 有些说法在招伍书上有所披露的 也就是他的创始人 Adam Newman 他把一个原来公司叫Viver 怎么后来上市的时候 申请的时候叫V company呢 原来是他把一个自己注册的品牌叫V 卖给了这个公司 拿了六百万美元 然后呢 他自己用非常低的利息 借给让公司借给自己 大概七亿美元 然后他就买了一栋楼 就注回给公司 这些做法呢 令他投资者很怀疑公司的 这个管理层的诚信 和他们对公司是否有足够的信心 然后这种负面的情绪 都开始蔓延 但蔓延以后 就会逐步再关注他的业绩 而他的业绩实在是亏损的太快了 就基本上他每年的融资 不用半年 一年的融资 不用半年就流失光了 然后他在不断的投资 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这也是有一些分析员也提到过 一个房地产物业你要把它租下来 首先你要给三个月或者更高的押金 三个月的租金作为押金 这是质押了一笔现金流 第二个你要投入装修 装修的时候的空置 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本投入 但是一旦当这个点出现亏损时 你很难割舍 为什么很难割舍呢 因为你割舍的这个代价极大 比如说如果你要违约 你的三个月押金拿不回来 如果在海外 这个业主有权追索你 从你违约一直到成功的把这个物业租出去的成本 那么你的所有装修也都灭失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我的经验而言 一个点如果出现亏损 他会把你本金亏五次 也就是你原始投入那个点的 这个本金 因为你每个投入都有杠杆的 可能借一块钱 五块钱的杠杆 然后你利用其他现金流再投入 所以为什么这个 我们叫共享公寓领域 在国内出现很多暴雷 就是因为他一个点暴 他会连环暴 然后他一个点暴 他的所面临的亏损是 其他点都会连累 使得他整个行业整家公司都不爆掉 这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风险所在 那么后来就是由于这个公司的管制问题 加上公司的现金流的流失相当快 最后这个发行一直不成功 150万没有成功 120万没有成功 那么到最近就干脆就停止这个发行 然后公司请了新的CEO 直接把这个Adam Newman给炒掉了 那么这就是创业者对赌失败被扫地出门的 因害一个例证 之前那个很有名的是乔布斯 但是他不是对赌失败 他是与董事会意见不合 那这种这种类型的失败 那真的是完全在金融方面的一个失败了 那现在就是可能说要看投资有没有办法把它充滥宽 就是挽救是吧 挽救 对 我觉得Softbank它不得不挽救 为什么不得不挽救呢 我给跟你分享一些数据 Softbank它的supervision fund 就是超级远见基金吧 supervision 差不多远景基金 远景基金有970亿美元 非常的庞大 但是看似非常庞大 那你亏个100亿算什么呢 是吧 那么但是它这个分里面有一半 其实有大半 都是以优先股的形式是成立 如果你是优先股 那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它是一个债 如果亏是先亏普通股的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普通股只有400多亿 那400多亿你亏了软银前后已经投入100多亿了 它等于它的四分之一的这个本金呢 如果一个项目亏四分之一的本金 你说对于它这个基金来讲 多么重 这个打击会多么大 而且它是唯一的最大的投资人 所以呢 说实在的 Weaver已经成功的把远银给绑架了 它投也得投 不投也得投 否则Weaver破产 它亏100亿 那么这个Face Saving就是 这个保留颜面 其实对它来说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那关系就是看到后面能不能让它 Weaver真的是能够重回正轨吧 能够让它做到成功吧 虽然说不得不挽救 那最终孙生意还是会希望能够成功 这个在这个行业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不容易呢 房地产的空间服务 它有很多东西是固定的 它的租物成本是固定的 有了这个点你就要有人服务 那么你的现有的membership 你要继续 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难砍的 也就是说如果原来的成本结构 不能令它有盈利 它会持续亏损 你可以减少亏损 比如说拖慢发展的速度 拖慢一些成本的花费 但是我们说房地产领域里面 开局错满盘皆落索 就是开局不行 后面那个点就绝对不行 那么如果是从财务的分析而言 我看到Weaver的数据 Weaver的设计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它的产品也不错 但是不论你产品再好 你的设计再好 别人拷贝也相当容易 因为有很多你说很style的 这个很时尚的一些设计 我同样勤快一个设计师来从 也同样做到 这并不是什么高精端的东西 那么很多很多的用户选择一个服务商的时候 我房地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就是我选择的服务肯定是最需要的location 这是第一的 然后才是其他的东西 然后才是价格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 所以从挽救的角度来说 这个是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如果说 会不会有成功的一些前提 就是它会不会成功 如果需要成功的话 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前提的一些条件 我觉得可能要增加一些商业模式 或改变它的一些商业模式 比如说到微卧到后期 也开始把这个 我们叫做共享办公 其实是另类房地产的一种 那么另类房地产是一种比较相对高回报的房地产运营模式 那么它会可以比较跟资管 资产管理也很好的结合 我相信远营并购 就是成为它的大股东以后 会开始止血 做一些这个downsizing 就是规模的减少削减成本 然后逐步从纯粹的一个运营商 变为一个资管的服务的提供人 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还有就是通过增大资本投入 然后分享一些物业资产升值的可能性 那但是 微卧所处于这个行业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 如果你在成长的时候 不管你后面就会有灾难性的结果 举个例子 另外一个最成功或最大的一个 共享办公运营商 我们叫做传统的service office运营商 叫做Vegas 它现在改名叫IWG 那么被人收购了 它在历史上 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周期里面 就破产了两次 所以还是会受整个经济周期的影响 对 当你共享办公室 我通过承担了相对比较多的风险 我向客户提供一个灵活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赚钱 那么你这个风险是拿不到风险溢价的 那么这个风险就是这种inflexibility 就是不能够灵活 比如说我一租租10年 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最近上海和北京的办公物业租金 都降了20% 那么这个时候 你用同样的价格不降20% 就出租不出去了 香港也降 那这个时候就难受了 如果你这种缺乏灵活性的成本 在一个经济下滑的时候 它是可以毁灭性的打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认为vivo是相当危险的 但是当然有软银这个大奶妈 相信有可能不可能 可以把它挽救回来 但是我认为它一定得救 就是不得不出手 对 不得不出手 所以基本上就是今天我们 把这个可能有些话说的有点 有点重 但是反正准不准 大家后面再慢慢分析吧 谢谢 谢谢Dennis的分享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